提醒大家寒流到了要保暖 今年日系知名服饰主打是法兰绒材质的保暖衣 标榜透浮性十足 而且可以在快速感觉只能够更加保暖还能发热 另外科技材质看到的是暖魔球主打 遇到湿也会暖 还有遇光遇水发热衣 保暖效果真的这么好吗 我们的记者实际来试试看 就说这外面外头市面上卖的防水外套 得要经过耐水压十公斤以上测试 否则如果没有到这个标准 只能够算是防雨外头 一天那天气要变冷 全家大小赶紧出动强购保暖衣物 挑一些保暖的东西 来看外套保暖嘛 然后防风嘛防水这样 加上衣服不仅保暖还很发热 现在标榜功能性 例如多用在寝去棉被的法兰绒材质 因为轻薄又保暖 成为今年冬季服饰主流 表面上会呈细毛 那对于有一些比较肌肤性的敏感皮肤 他穿上法兰绒 他比较不会有去做过敏的现象 适合老人小孩的全棉材质 特色还有快速保暖 实际测试 以贴着身体的内层衬衫 表面27.6度为基准 如果穿上最柔软材质的埃及棉 两分钟后变26.9度 但换上法兰绒两分钟 衣服外层温度还能到27.2 保暖效果比较好 至于只要一冷就狂迈的发热衣 也不断推陈初心 有强调使用远红外线陶瓷 能吸湿发热 更有的是吸收外界光源发热 和一般棉制衣服穿起来的31度 比起来换上A牌发热衣是33度 B牌发热衣32.8度 大约都能让体温提升2度左右 这是今年最新的重发热衣 它含有氨基酸 本来是擦脸上的氨基酸 现在融入衣服圆纱 号称能保湿肌肤 还有研发两年的新科技纤维暖磨球 喷水后还能清晰看见水珠 不会吸入纤维 特别适合潮湿的台湾 除了发热保暖 很多外套会标榜防水防风 而测试方法就是在布料的单一面积 测耐水压 如果只能穿受5公斤的水 就只能算防雨 10公斤以上才能撑防水 防风系数高的话 它相对的透气性效果 就会比较差一点 那如果说你是怕闷热的人的话 就会建议你挑那个透气效果高 随时科技越发达 服饰技能越先进 但还是要挑选最适合自己需求的 冬季保暖衣 记者曾天轩路易 台北小网报道